小游酷丸 又要做卷子了 好难啊 哎呀 又不会做了呢 两点之间是不是直线最短呢 还是去问一下爸爸吧 爸爸 我有一个问题不会 你能教教我吗 什么问题啊 你把问题念一下 我听听 两点之间什么线最短 直线还是曲线啊 这么简单的题你都不会 上课又睡觉了吧 没有没有 我只是没听懂嘛 老爸给你举个例子 你丢一块骨头出去 你说狗是转着圈捡 还是直接跑去捡呢 那还用问吗 当然是直接去捡啊 连狗都知道的问题 你还问 哈哈哈 爸爸辅导作业 喜欢 记得订阅哦